回答现在就两大区域在做这个选择 那我当然认为回答在整个台湾的半导地来讲 第二个园区不是在新竹科学园区 而是就在高雄 我不讲南台湾 就在高雄 他在选择的最佳地点 您认为您个人的评估是什么 那如果是在南台湾的高雄的话 您经济部要做什么事情 就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经济部会全力来协助回答 到达他希望去的这个都市 所以你认为高雄的优势比中部差吗 是没有 我的意思是他会选择 回答会自己选择 但是以刚才委员您的这个指教 他应该会选择 选择你想要他去的地方 好 回答的未来的台湾总部 如果能够设立在高雄 把整个高雄的科技园区的这个狼带串联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经营的观念 部长您同意我这样的看法吗 非常同意 好 谢谢 谢谢部长您的同意 最近大家都在关心NVIDIA的部分 你刚刚是不是有暗示说他可能会落脚高雄 是这样子吗 我是没有直接听到他说落脚高雄 但是我大概感觉是这个样子 OK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也都在争取 包括我们新竹县 因为杨文科县长也表示 NVIDIA其实有跟新竹县这边来做联系 那包括双北啦台南 其实大家都在争取 所以我在想说 这表示其实整个台湾 其实在整个AI这个世代来临的时候 确实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部长 首先感谢您 那您愿意从这个角色的转换 从这个公司治理的领导人 变成国家治理的 在产业面当中的带领者 所以也期待您成先起后展望未来 本期这个质询的重点 在人员提升跟产业升级 在您报告中 当然第一个有提到企业能 那第二个呢 您也提到天然气 在这个人员配比上 也即将有50% 是由天然气来做发电 但在它 台湾没有产天然气 所以如何降低它的成本 在国气国运的部分 本期从前年开始主张到现在 那想也一些细节 再跟您得到您的这个明确的主张 也就是我具体建议 中油跟台电 要两大事业体来合作 这样的国气国运 最后你如何面对 红色供应链渗透全球 我从最后这个议题 先开始跟您做个讨论 好 在红色供应链 您刚才花了很大的篇幅 去讲到了我们的半导体 它确实在 2024年的产值 目前已经成到13.6% 达新台币4.17% 好我们昨天高雄市市长 陈其麦市长晚账的时候 发出了这个脸书 也期待 回答他在这个高雄的同时 他的这个运算中心落脚在高雄 那我不晓得部长你怎么看这件事 你能够做什么 重点 你能够为这件事做什么 我再给你几个背景资料 是为了在5月6号的时候 我们行政院陈建仁部长 他特别南下视察 南子园区连外道路 为了就是强化 我国半导体的竞争优势 以及南台湾区域的经济任性 将支持 也就是在2023年 核定的这样的一个 南部科学园区 扩建高雄第三园区 筹备中心就为了半导体 南台湾的S南带 我们将投资156亿 当然我们相关的道路交通 也在含在里面 第二个讯息给你的 是我们人才 也就在6月2号前几天的时候 我们高雄市政府 也正式的跟清华大学 以及阳明交通大学 设校在高雄建立分校 教育部补助了1.8亿 既有人才 既有行政院支持 我不知道在挥达 现在只有两大区域 在做这个选择 那我当然认为 回答在整个台湾的半导体来讲 第二个园区 不是在新竹科学园区 而是就在高雄 我不讲南台湾 就在高雄 包括我的石化产业 在它前端的基底 附材的部分 我们有一条龙的石化产业链 部长 您能够为这件事情 回答 能够它在选择的最佳地点 您认为您个人的评估是什么 那如果是在南台湾的高雄的话 您经济部要做什么事情 是 谢谢这个委员指教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经济部会全力来协助 回答 到达他希望去的这个都市 所以你认为高雄的优势比中部差吗 是 没有 您的指教 我的意思是 他会选择 回答会自己选择 但是以刚才委员您的这个指教 他应该会选择 选择你想要他去的地方 好 这个是很有一个非常 已经有非常这个 这个暗示性也民事性的的一个回答 的一个答案 好 我们就期待 回答就落在我高雄投资 也建立起台湾 第二个半达产业的产业 产业园区 产业这个群聚聚落 好 第二个 您也发了很大的篇幅 去讲到这个半导体 另外 我给你一个 这个数据 本办公室这个整理的 中小企业跟半导体 中小企业的加速 现在163万家 半导体的加速 470家 就业人口 中小企业是910万人 半导体的就业人口是29万人 年营业额 中小企业是3.6兆 半导体是4.17兆 所以 您在这个中小企业当中 他也撑起了3.6兆跟4.17兆 坦白讲 我中小企业也撑起 台湾经济体的半边天 好 但是呢 您看看 您的 您的这个报告讲得很好 我有注意听 你的最后也讲得很漂亮 我们中小企业怎么辅助他 我爬梳了一下 你让部长知道 这个您未来怎么落实 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的 因为从预算 从预算的角度 我就随便爬梳 你说智慧机械 好 你们的编链呢 1亿 7千万 好 然后呢 中小企业制造业 供应链 导入 AI应用 你们编多少 百万千万亿 1亿 4千多万 好 在过去呢 你们呢 这个核算的啦 我就举一个就好 智慧机械 产业智慧制造 你们合 合调的哦 你们的计划讲得很清楚哦 你的这个 你只要研发的机器一定要往国外输上线我可以补助到九千万或者五千万但是你们知道光是这个智慧机器升级你才补助多少真的合出去四百万除了你预算小规模小以及你的门槛太高 所以怎么落实你的中小企业的辅导好我高雄除了半导体产业的一个进驻即将成为台湾第二大的一个一个这个半导体的产业聚落 我的中小企业更是我们的主体台电中钢 中油 全部都聚焦十大 这个蒋经国时代的一个十大 十大 十大建设全部都落脚 大部分都落在我高雄 所以我的传统产业跟金属扣建业石化业跟树化业 我不知道您针对这样的产业 你讲我讲这个东西是好多的中小企业哦 全部我的大钢山地区 包括本席的选区 整个南高雄 所有的中小企业都是在支援钢铁金属扣建石化跟树化业哦 所以部长您怎么对于这样的预算规模 而且你补助的门槛这么的高 那你怎么达成传统产业的升级呢 您的主张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些企业啊 都带到他的客户旁边 带到客户旁边 他的客户旁边 如果他的客户是在海外 你的研发都可能要跟着 这些通通都需要国家预算的支持 这样的预算 你要不要做个检讨呢 今年我不晓得来不来得及 因为已经迈入六月了 在您现在为到下汇区 你会预算预算的一个审查 当然明年四五月份就要开始编列预算了 你愿不愿意在你的经济部内中小企业的预算扩张 以及包括你的审查门槛降低 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做 是的 这个在下一次会期之前我们会回去详细的检讨 根据委员指教的部分来修改 部长最后 这个在WTO下了中国扮演的全球工厂的这个角色 非常的明显 红色供应链除了资安之外 其实在国家大型政策冲击是非常大的 刚才讲到的里岸风电 它的复合材料的使用 它就这样面对对岸产品的倾销 这都有工会 全国工会来跟本席澄清 水下结构的钢铁也将透过第三地 利用国内无产制的规则漏洞 来打击我国的金属产业 好 经济部长 你身为国内产业的大掌门人 协助各产业立足台湾放眼全球 面对红色供应链的渗透 你的主张是什么 如何在国家安全的前提下 带领国家产业走进新阑海 厚持国家竞争力 部长 你要注意您现在的回答 你可以是一个主张性的 红色供应链如果你是坚决的反对 那我各属师 以及下面的我的法人 就会整个照着做了 包括刚才我提的 离岸封定的复合材料 相关的 包括你产发署的署长 现在在你旁边 他相关的审查 计划的审查 他整个供应链的审查 他就会绷紧神经 所以您对红色供应链的主张 是什么 请您明确表态 我是不允许这个红色供应链的产品进到台湾 好 那我们我想也跟我们政府现在做的 所以我想我们各单位 现在目前在执行的计划 也就会继续这样执行了 好 另外我在针对我们两大国营事业 我也在这个天然气的国气国运当中 我也非常感谢经济部有采纳本席的建议 所以在从2022年的第一次的咨询之后 到现在2024年2023年的时候 经济部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你们正式的回应 这个交通部航港局说 好我既然国气国运 那你一定要把它纳入大众物资 所以非常感谢经济部 你们也回复了这个航港局 是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天然气等头米麦石油煤 大众物资变成可以国企国运 这个国际国运 好那现在呢 我要一个这个独家给你这个讯息 我们因为为什么本期一直主张 我天然气一定要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运输 因为在今年的军演 5月2324 你看这张表 这个我永安的表 连着三天我的军事的封锁 我三天没有一台天然气入港 平均都会有一天入港来卸货 连三天 部长您身为企业的领导人 你能够允许你的厂有三天断料的危机吗 你能够允许你的厂没有备料吗 你知道我们天然气国家的备料的天数是几天 七天耶 才七天耶 我现在就有三天不进来了 所以为什么我要国气国运 好再来 这个呢 包括去年 这是我现在2024年讲的 前年2024年的公式 我左下角这个新闻 好在公式有追到这个新闻 中国军援引断气危机 好 我先在这边主张 这个呢 第二个你们经济部有推进的 就是你台电也出来说话了 好 我们台电可以呢 跟中油一样 可以来自购 这个天然气 好 本期主张 我希望中油现在 这个DES 现货采购的30% 全部改由台电来采购 但中油担心什么 中油工会在反对什么 他在反对说 哇 台电六也买天然气之后啊 那你会跟我抢生意 国内的天然气的销售 你也会跟我中油抢 好 我这边就把它阻断了 我具体建议 除了这30%的现货 由台电来采购 自负盈亏 限制他的行为 他的30%的自由采购 采FOB的运输方式 完全用在发电 不可以去给我抢中油 他现在在天然气的销售市场 那在中油的部分 他在资产的活化 他就提供什么 他也是跟台电收钱 提供港口租用啊 以及重点人才 高雄永安跟台中天然气人员 一起共训 部长您针对天然气的 这个国际国营的议题 您怎么表态 我有具体建议 百分之三十 您是不是会后 再跟林委员报告 您的主张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五分钟了 好吗 我会考虑 好 你会考虑 部长谢谢 我还是希望委员能够 精准地掌握一下时间 谢谢 部长好 第一次在立法院跟您寻答 事实上说您一开始被点名 变成经济部长的时候 我就接到很多关心你的电话 因为在产业界人脉 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在新竹科学院区 很多人都抱持着正面的状态 看你来接这个位置 因为大家觉得你从产业界出来 可能会更务实去面对一些问题 那我在想说 最近大家都在关心NVIDIA的部分 你刚刚是不是有暗示说他可能会落脚高雄 是这样子吗 我是没有直接听到他说落脚高雄 但是我大概感觉是这个样子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也都在争取 包括我们新竹线 因为杨文科现场也表示NVIDIA 其实有跟新竹线这边来做联系 包括双北啦台南 其实大家都在争取 所以我在想说这表示 其实整个台湾在整个AI这个世代来临的时候 确实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您在这边也特别提到了几个事情 比方说你提到说 AI这个部分还有server的部分 台湾可以再吃50年 那这个部分画出这个饼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那我这边其实也要特别提到 因为NVIDIA如果说要在台湾社 他们的台湾总部 然后包括算力中心 包括他们的一个研发中心等等 不管在哪一个地方 他都会用到电 需要有更多的人 然后部长你也特别提到说 你希望台湾在未来五年的时候 台湾的IC设计产业能够变全球第二 这个目标应该是很清楚吗 现在我们已经是第二了 已经是第二了吗 那我们是说因为这个中国追得很厉害 那我想我们要更努力 OK所以说这个部分 已经是全球第二了 对不对 我们要如何去保持这个部分 再加上这么多AI的国际大厂 他们可能会继续在台湾投资 包括NVIDIA 包括AMD 甚至于Intel 他们可能其实都会 在台湾这边 那我在想说你提到说 整个AI的人才在未来 在2028年之前的时候 可能要产观学研 要增加20万人 我想问一下这20万人要怎么样子达到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数字 看到目前包括国发会的数字 还有就国内半导体学院 他们能够培养的人才的数字 都远远的不及 这20万人要如何去达到 我们建议这个公司协会 大家一起来 那除了学校机构以外 最重要就是透过这个工协会 这个以及外面的这个团体 那么全力大家来开课 人培 培养这方面的这个工程师 那如果20万代表就是 如果以我们国内来讲 我想每一个六都 六都跟各县市 我想他培养的人 大概就是一年五六千人 所以某个部分也希望 有更多不同领域的人 往这个产业当中来集中 对不对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没错 那坦白说我们目前看到 有一些国发会的一些数字 还有一些产业界的一些规划的时候 对于这样的一个目标 觉得达成可能性 其实有一点担心 所以他们认为 是不是有可能扩大 从国外去引进人才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 经济部考量的点 跟委员报告 国外引进人才 这个是我们有要求 国外来投资的这个业者 他要有一半的这个工程师 是来自于国外 然后能够跟我们国内工程师 形成高阶的这个研究人员 那您刚才指导的 譬如说像NVIDIA 他加我们的这个Aplus计划 他以诺要有一千位工程师 那我就要求他要有五百位 是来自于海外 我们的国内是 OK哦 好部长 这个部分 人才的部分肯定是 我们在发展AI产业过程当中 半导产业当中 都最关键的一个资源 那除了人之外就是电 那电我发现你的回答 其实坦白说比其他的 隔原来的更务实具体 因为我发现你之前曾经提到过 就是说以目前来说 2030年之前 供电是够的 可是你也提到 2025到2028年 AI如果爆发的时候呢 可能用电的情况 就要再重新评估 然后你也提到说 必要的时候 你觉得核三也可以 用来做backup 对不对 你之前提过这个部分 对不对 是的 OK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你提到一个 核三backup的一个前提 不过我就某一个部分 也表示了你很务实 在面对电的这个问题 那我这边也要特别提到 你之前也特别提到说 就是四阶一定要做 对不对 四阶一定要做 可是我发现 现在整个经济部 这边能源政策当中 提到用电的部分的时候 全部都是用天然气发电 除了部分的一个绿能 一个部分 其他几乎都是天然气发电 然后天然气发电当中 我就发现在整个您的报告当中 提到一个推动能源转型的时候 提到一个低碳天然气 我很疑惑 天然气为什么什么时候变低碳了 天然气跟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煤发电 它是比较的嘛 对不对 它是比较低碳的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 因为事实上 天然气事实上 在整个文字效应当中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 一种能源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整个 就是台湾在供电这个过程当中 像你刚刚提到说 世界的部分一定要做 因为没有做可能对台湾的供电 会有影响 可是世界的目前的进度到哪里 环瓶做了没 还没嘛 现在正在环瓶中 环瓶中都还没有完成嘛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想说之后 再请部长这边到本办公室 来做一个很细部位的说明 因为我们对整个供电的需求 我们是担心的 因为国发会表示 其实我们整个AI的一个发展当中 我们用电可能会暴增30% 三成这样的一个量 那台电是不是能够因应得了 我觉得我们需要有答案 是的 就是很多支持你的科学园区的朋友 其实也担心的问题 确实是如此 包括很多科学园区的朋友 他们都觉得说 如果能够的时候 他们可以用SMR的部分 来发行小型核电 是不是有可行 他们担心台湾的供电是不足的 部长可不可以针对这部分 做个简单的回应 谢谢委员指教 SMR的部分 这个我们会持续的关注 那么如果它没有核废料 或者是核废料可以安全的处理 我们会把它列入考虑 OK 那另外就是电的部分 我觉得您这边提到一个相对开放的方式 如果说真的有可能 你觉得核三可以back up 我觉得这是我听到 对于整个所有阁源当中的时候 对于核电政策当中 最开放的一种说法 那你的前提就是说 要让电够用 对不对 如果不够用的时候 我们用各种的方式都要来支持 整个台湾用电的需求 逻辑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首要的就是让电 所有用电户都能够满足 然后能够使用 那这个我过去所说的这个核三的部分 就是说因为这个AI的投资会 比较没有办法掌握到 所以我们是做一个推论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您期待的AI的产业 跟整个用电的部分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进步的需求 怎么样子能够让它能够平衡满足 那我最后我要提一个点 就是说您可能也是 所有的阁源当中最了解大陆的 我觉得你可能比陆委会 都还要了解大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也想要问 因为你提到了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内需部分 我们比零经济要如何去发展的时候 要如何把比零经济体 变成我们的内需市场 你点到了日韩 新加坡 越南 菲律宾等等都点到了 那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你认为上海 深圳 北京 会不会在你规划的 这个扩大内需市场的范围当中 我内需的市场里面 大概分为这个日常平生 日常平生的这一部分 如果在科技的部分 不在这个内需的部分 所以我们欢迎他来台湾 来旅游 欢迎他们来台湾 享受台湾的美食 享受台湾的养生 台湾的附建 等等这些设施 部长 因为你既然希望 他们能够来享受台湾的美食 来享受台湾的相关好的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能也要跟交通部 在整个行政院的会议当中的时候 提早开放 就是让大陆的旅游团能够到台湾来 然后让台湾的旅游团能够过去 交流我觉得是必须 才是扩大市场的一个部分 然后另外最后我再补一个状态 就是您刚刚有在回答 我们赵伟的时候你提到说 我们在境内关外跟境外关内的部分的时候 对于整个境外关内的部分 你有提到说 你之前有点到说要到日本去 美国 德州的提到部分 你提到说跟整个台积电的全球布局有关 所以等于是整个经济部这边 是被台积电拉着跑的 对不对 那我这边要特别提到一点说 坦白说在这个部分当中 你也提到说要把中小企业带出去 对不对 那么希望能够就地服务 不过这地方我觉得可能 对于我们的一个产业外移 如何跟流台湾这边 也要同时去平衡 好不好 好的 因为这部分我觉得是 我们在要把丙座大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跟流台湾 是同时一体两面 要同时去兼顾的一个部分 好不好 谢谢委员 半导体的部分是以台积电为主 ICT的部分是会有其他的五大公司为主 OK 好 好谢谢部长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